近日,青岛交州湾部分养殖区海星承灾引起广泛关注 3月16日,记者来到青岛市红岛羽缸码头进行实地探访 下午20许,在红岛羽缸码头载有大量海星的打捞渔船陆续进港 码头上到处是称重装车工人的身影 码头边停满了运输海星的货车 当地渔民李斌向记者表示 前几日连续出海打捞海星 每天每只船能捕捞近千斤海星 由于只能采用潜水员捕捞的方式 远不能把海星一网打尽 经调查,此次海星爆发主要集中在 郊州湾海域牡利格载底部海区 粗略统计,海星密度达到平均50个每平方米 瘦灾面积约10万亩 预计造成经济损失约1亿元 海星爆发后 当地渔民采用人工捕捞等方式捕杀海星约45万斤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光涛告诉记者 此次海星入侵青岛进海并非首次 早在2007年并有类似情况发生 张光涛认为 海星聚集与海星幼体成活率增加 和向食物聚集的习性有关 它的原因呢 首先来讲 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 我们觉得还是 它的在成体的时候 它会向这个食物多的地方呢 去聚集 因为这个贝类养殖区里面的 这个贝类的密度比较高 而且贝类呢 是它们喜欢的食物 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贝类养殖区里面 大量发生的这个过程 第二个原因呢 就有可能是发生在 这个海星的这个幼体的阶段 比方说这个 它的幼体的这个耳料 供应更加丰富 然后气候更加适宜 然后它的天敌更少 这样的话 就会导致它的这个幼体的 一个存活率的增加 和这个死亡率的减少 现阶段 正式投放蛤梨苗等苗种的时候 由于大量海星的主要食物 就是蛤梨 牡蛎等 不少贝类养殖户 只能尝试少量投放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 海洋管理保障中心研究员 林志树介绍说 解决海星增多问题 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捕捞 目前潜水源作业 已不能满足捕捞需求 海洋主管部门 已经向上级管理部门请示 临时使用此前被海洋渔业部门 禁止使用的地龙 最大程度减轻灾害 在目前老百姓采取的 就是潜水源在哪 然后我们会用底龙来诱谱 还会用改进的托网 进行托网 底龙渔业管理部门 把它作为仅用的网具 那么我们现在在 海经灾害应急中 开一段时间的口子 这个也就是说 最大限制的 做了很大的工作了 它现在目前是 城体只有牢上岸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会跟就是管理部门再建议 是不是等着放流一些这个 就是可以吃它这个卵的 或浮游有体的时候的这个生物 青岛焦州湾海星成灾引起关注后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以吃来解决海星 记者采访当地渔民表示 捕捞上岸的海星销路非常好 一上岸便被收购商抢购一空 专家提醒 通常人们使用的是 海星的生殖线 具有轻微毒性 建议少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